歌手級的人物 劉德華 對 他的偶像 我覺得 劉德華當然不但是大明星也是傳奇 那今天有可能站在門後是劉德華嗎 那你覺得你有哪一位大明星想看 但是很不容易看到是哪一位 歌手 但是他不太想上節目 李小龍 對 我很喜歡他 你要講那個講不完了 你覺得有哪一個歌手今天會出現在我們當中 真的不知道這傳奇性的人物 而且是很久沒看到他 因為說實在今天我們兩個沒有誰好 我們不是裝作好像知道然後裝作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知道背後有誰 我跟你講他們三部一綱五部一哨 防我們跟防賊一樣 這個製作單位真的很假鬼假怪 而且今天來了很多媒體 他們就是要來拍我們兩個 當然不是 對 不過兩位主持人我可不可以先插一句話 你說 如果今天真的是大牌 王牌大間諜也做了那麼多集 每次大牌就直接坐在對面 怎麼可能躲在門後 所以可見而知 他們不是正大牌 好可怕喔 你的意思是後面是三位歌手 小鐘馬國賢 不是啦 我擔心的是 小鐘小馬跟牛跟猴 憲哥還不來 你們把一組人 拆成四個人來用 各位觀眾 如果後面是這三個人 所謂的B咖這邊假裝大明星 他退出演藝圈 他要退出演藝圈 他們三個有退出演藝圈 我們為什麼要退出演藝圈 我跟你講 他們可能曾經很紅 現在是過氣 那我們來組大的 如果他們是那些B咖 我們兩個退出演藝圈 如果他們是真的大明星 你退出演藝圈 沒有…先講個問題 我剛剛再三強調 你說 他們可能以前真的曾經很紅 對 可能現在是比較過氣 年紀也有啦 搞不好今天後面是林波 還有白光還是誰 白光 搞不好 你覺得林波會站在後面 可以讓你這樣講話嗎 等一下等一下 趙哥你要不要先跟那個波姐 先道歉 對 先道歉 你跟他說 林波的電話是空號 波姐 林波的電話 現在是空號 對不起 你不要跟鏡頭道歉 直接喊 跟林波道歉 現在 我認為他應該可能是萬沙浪 萬沙浪還真的 就傳奇啦 傳奇啊 對啊 也很可能是豬哥亮 為什麼不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當今世上只有豬哥亮 有辦法讓那麼多媒體來現場 對啊 豬哥亮 就是豬哥亮 我跟你講 他來了我們就發達了 真的發達了 如果真的豬哥亮來 那真的是不得了 可是你們不要像別的友台節目 找那個小豬哥亮來那邊呼嚨 那我就要翻臉了 我幫你們推打斷了 跟各位保證 如假包換的大明星 來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要問幾個問題 然後請他們出來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好期待 我們很久可能都沒有看到他們 但是大家絕對知道他們 他會給我們一些提示 我們現在請問門後的這一位大明星 不好意思 我先問好不好 請問你是大明星嗎 我是全台灣的夢中情人 而且我們豬哥亮還做個秀 全台灣的夢中情人 夢中情人 但必須 吹肌 你到底是全台灣夢中情人 張哥 他往生了 抱歉 他往生了 請告訴我們您 第二個豐功偉業 紅到什麼深度 我曾經跟周星馳合作拍過戲 然後我還演女主角 是女主角 台灣的 跟周星馳合作過 而且她是女主角 聲音可以推斷 熊海玲 熊海玲那歐心臉 他有演過自己的 小姐哪有跟他演過 他一個人說一個 然後我們要請他做 不是因為感冒 方方方 他有出過唱片 方方方是歌手嗎 他出唱片所以你們還不知道在哪裡 他敢講那麼大聲 你在哪裡 等一下我問你是方方 還是方方方 都可以 我知道是誰 他說都可以 哪一位 跟你的名字一樣 沒有跟你剛剛猜的名字一樣 蕭芳芳 蕭芳芳不得了 我拍過 我跟周星馳拍過 有 有 對 對 有可能 到底這位是誰 我會請到這位大明星出來 坐好 他們要開門了 倒數3秒 3 2 1 請開門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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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年今生的夢中情人方紀維 再次見到他 是否想到那難忘的情色歲月呢 聽過了好多年都沒變 真的嗎 我們小時候看你也是這個樣子 你小時候 你講有點過分喔 你說他們兩個講就 這兩個你的講的就算你講 而且你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出道 你問他 你是幾年出道 19 90 8 8 8幾 你問我嗎 86還是87 86耶 1986 是不是 86是專輯了是不是 應該專輯了 86 1986年 86年 我在幹嘛 對不對還是87 你在幹嘛 念高中好像 我 我大學 剛剛畢業 1986 我那時候高中畢業 他意思是說跟我 可能跟我年紀差不多啦 因為我弟弟跟他一樣大 是是是 真的喔 對 真的我覺得 真的我覺得太久沒有看到你在 周星馳那部電影是 上海灘賭勝 不愧是王廟大神 台灣版的是那個方紀維嘛 是 然後那個香港版的是 是 方紀維演的比 拱力好一百倍 真的嗎 是嗎 還是我們來看VCR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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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為什麼 他會老死 快點把他吹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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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電影裡面的表現 感覺滿弱的 我演一個白痴 你演一個白痴 對 兩個角色 一個大小姐 一個演舞 對智商 是是是是 您 這些時候 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因為我在拍戲 在拍戲 就拍 慈濟的戲 是是 都做一些很公益的事情 應該要多做一點 那妳還有在唱歌嗎 偶爾就是大陸 到大陸去 來來來考試 林志賢請問方紀維的主打歌 唉唷 你看 月亮的臉 在改變 那是崔台 不是啦 孟婷偉 那你說一個 那我說 我就這樣講 他有做過多少張專輯 你是音樂人 你應該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答案 趙哥請說 請說 你先說 我不知道 還敢跟他在 方老師面前 刺趴是音樂人 不用讓他們低 為什麼他是音樂人 我都會尊重 就好比我尊重你一樣 你怎麼說尊重我 因為你是音樂人 沒有你身邊 沒有辦法 只會尊重 這個不好意思 這個是他的特色 你知道他會罵髒話嗎 他 不重要 不是 別問我的名字 不是不重要 他是最近演藝圈 剛崛起的 演藝圈少數藝人 走那個季工風學 好 好 好 如果方浸文 是全台灣男人的夢想 你是 我也曾經是夢中情人 夢中 1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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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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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對不對 他唱什麼歌 我是軍商專輯會 會 想起來 在您回座之前 再問您一個問題 對 就是說這一位玉琳哥 他發了唱片 您的看法是 曲名叫做 東眠 請唱一下 這也是方紀偉老師 退出歌台 他沒有辦法忍受 跟這樣的人一起 其實現在的那個機器都很好 這樣好不好 那Key不對都可以跳 方老師 他唱一段 你來幫他評評看 你唱一段中眠的那個 老師 你怎麼知道 音樂人 我今天有點感冒 不要走 誰管你 你肺炎都沒人敢 很感冒 真的嚴重 你看你不要嚇到方老師 他很溫柔的 來 如果你要的是我 全部是劍 浩哥 浩哥 有音色可言 有音色 音色還滿誠懇的 又有一個人 方紀偉 來 我跟你講 製作單位他是玩真的 我覺得有感動到 你知道嗎 這麼有成 而且他是一號 第一棒就這麼強了 你知道嗎 我在想會不會是 飛鷹三書 對 其他臉更好 真的 他們都很好 真的嗎 飛鷹三書並沒有方紀偉 還有無方偉靈 對 所以他是躲出來了 他是躲出來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另外兩個 對也鬥不上 我們要期待下面一位 來請問一下 請講一下您的豐功偉業 第一條 我曾經出過唱片 拍過電影 沈玉琳也出過唱片 演過電視劇 厲害喔 您都是跟哪一些 當時的紅心合作 比如說剛剛前面一位說 周星馳 您是 我第一部電影跟劉青雲 影帝級的影帝 第二部電影跟 林青霞 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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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一個 歌手 你最高的銷量 賣過多少张唱片 哎呦 你光指台灣 medical 還是全亞洲 好 這不得了耶 我覺得 你覺得 方季偉他是真的嗎 他是真的啊 你在後面有看到他嗎 不然他是蠟像嗎 他原來是真的 你講什麼 請問一下您給我們的第二個提示是 我曾經出過寫真集 沒有錯 蘇琪 台灣的蘇琪 但是我的尺度是全裸入鏡 三點不漏 全裸入鏡 你是以性感女心兼歌手著稱嗎 我是 好 如果方季偉是全台灣男人的夢想 你是 你的稱呼是什麼 我也曾經是夢中情人 夢中情人 玉女掌門 一般是玉女掌門 聽到了沒 楊玲啦 聲音不像 完全不像 他可以變音啊 如果是楊玲出來 你會跟他合唱玻璃心嗎 我跪著跟他唱玻璃心 OK 如果是楊玲 我跪著跟他唱玻璃心 了解 了解 等一下 你要說到做到 廢話 老實講話本來就是這樣子 誰說的 那你要等著對喔 到底這一位會是哪一位夢中情人 其實我有點緊張耶 應該 我替你緊張 應該不會是楊玲 我跟你講 有可能 我越來越覺得有可能是楊玲 倒數3秒 3 2 1 請開門 請開門 演出過台灣靈異事件 而令人難以忘懷的陳明珍 還是楊玲很親美麗喔 你知道你離開台灣很久 你知道台灣現在紅的人是誰嗎 兩位啊 你是說綜藝節目嗎 都坐在那邊 全台灣最紅的現在都在這個 這個攝影棚裡面 你好敢講 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知道啊 我們以前合作過 常上他的節目 沈玉玲嘛 沈玉玲 那這個你就不知道 而且他變帥了 而且我還會出了唱片 那個算了 這個不一定要批啊 對 那中間這一位 他說 你如果是楊玲 他就貴 好險 好險 你不用貴 對 他是誰 他是 不重要 不重要 老兵啦 演藝圈的老兵 是 其實我印象中 我在幕後看過他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幕後 我們都不記得全民 對 常常 他有拍過台灣的戲嗎 有 有 台灣靈異事件 拍了很久 然後拍了很多 八點檔 電視台的八點檔 對 他知道台灣的演藝事件 創下那個最高收視率 到十一 十一 對 這就是為什麼汪建銘 現在還這麼臭屁 你知道汪建銘嗎 鐵頭啊 就我們的 其實他 對台灣應該不陌生 演藝圈對不對 但你知道第三位呢 第三位 因為趙哥都不認識的話 主持人之一嘛 他的陳明徐 對 陳明真的陳明徐 我們不要講陳明徐 就是說他出過幾張專輯 你們知道嗎 陳老師很厲害 陳老師 你為什麼今天一直Cue這個梗幹嘛 你知道人家發過幾張專輯 你們只知道他們很紅 你們知道出過幾張專輯嗎 沒有我覺得陳明徐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是他出過那麼多張 幾張告訴我 但我會唱一首歌 背心 背心 喔 背心 只能背背 無法心連心 他會唱喔 你是戴老師啦 就是歌唱接龍遊戲嗎 是 我想要試看看是 陳明徐 你們兩個合作過嗎 你跟方紀偉 在大陸演唱會的時候 都有碰到過 是 在大陸誰比較紅 如果以最近幾年演出的狀態 應該是我跑得比較多長 因為他 因為那個 因為他懶得去了 因為他在台灣嘛 那因為我就是這三年的時間 就是專心的 比方說台灣的戲 因為之前都拍台灣的八點檔 了解 可是真的很 很辛苦 因為女藝人愛漂亮 台灣的八點檔拍久了 會想要休息一下 很累 真的 真的很累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決定說 反正就是到內地去 也因為剛剛那些歌曲啊 所以才有機會到各地去演唱 所以這三年的時間 真的 這樣子演出感覺也滿開心的 大家其實很懷念陳明征 然後你又回來了 我問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我就讓你做 後面那個比你大牌嗎 大牌的多很多 他有可能讓趙正平跪下來嗎 我又沒有要賭誰 你幹嘛跪下來 你不是說陽明你就跪嗎 那搞不好後面就死了 先不要碰到 這不會是陽明啊 那我們要來迎接這位第三位 第三位大牌 他的出現會讓你們兩個失去光芒嗎 會啊 因為他很會說笑話 他有情小哥 對 小哥愛說笑 小哥 所以有可能是男生 有可能啊 而且他個性非常的阿薩利 阿薩利 陳松永 如果是陳松永你要跪下來嗎 我跪下來 真的壞他 真的 而且主要是 他的歌聲非常的好聽 我覺得這樣 他的提示讓我們好想知道 讓眾人匪夷所思的超大牌明星 廣告後馬上揭曉 他是第四屆的金曲最佳女歌手獎喔 奧哥覺得是高聖美 為什麼覺得是他 他有原住民的口語 光聽這個聲音我就知道是高聖美 你們兩個賭高聖美 如果不是高聖美 你們就跪著 他如果是高聖美 他跪 不行啦 王牌大姐姐從不作假 你只要一打勾我就說請開門 請問一下您的豐公偉業是 當時 當時 女的 唱很多很紅的八點打主 台曲都是我唱的唷 李怡君 金沛山 金中情人喔 金八點 也是金中情人 也是金中情人 等一下等一下他的聲音我好像聽過 這一個大明星你怎麼沒聽過 他 你有在做蛋糕嗎 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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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啊 你還是演員 但是你辨識度很好 還是你全然做過保險 唐琪 很接近唐琪 的聲音 唐琪 很甜美 的聲音 我是第四屆的金曲最佳女歌手獎 曲浩平 第四屆 人家是女的 女的 那你最暢銷的專輯賣了多少張在全亞洲 全亞洲 應該是千萬 千萬 因為我在 千萬 我相信他的銷量非常好 不可能 百萬都已經不得了是千萬 全亞洲包括內地喔 不管是在台灣 或是在內地喔 加一加 其實我都有領過很多的獎 百萬金唱片獎 在秋海 在大陸 然後在馬來西亞也有領過百萬金唱片獎 我跟你講 一個音樂人的判斷 這樣的人 在台灣沒有超過三個 舉例來說 哪三個 除了張有話之外 還有誰 英偉有話 邱毅還有誰 還有誰 還有一個誰 尤月俠 尤月俠 他說我覺得你們應該猜得到 來 你說一個 他就要出來了 老實講我真的知道他是誰 他亞洲那麼紅 對 他太紅了 鄧妙華 龍飄飄 鄧妙華 龍飄飄 他們都是我的前輩 拜託 表示他沒這麼大 是 趙哥覺得是 高聖美 為什麼覺得是他 他有原住民的口音 這麼厲害 高聖美 玉琳哥你剛剛說是誰 高聖美 對 我倒認為是李聖美 高聖美 李聖美是嗎 李聖美 神玉琳是不是你 沒有 畢竭喔 我跟你講 光聽這個聲音 我就知道是高聖美 因為高聖美的聲音很獨特 很甜美 那如果高聖美出來 你會怎麼樣 你跪著錄好 你跪著錄好 你們兩個賭高聖美 如果不是高聖美 你們就跪著 如果是高聖美 你跪著 如果是高聖美 你跪 如果不是高聖美 我們兩個就跪 打不開 節目沒有在作假 一直以來王牌大劍 你從不作假 你只要一打勾 我就說請開門 勾了勾了勾了 請開門 我沒有勾 我沒有勾 看過瓊瑤的戲劇 一定不會忘記高聖美美妙的歌聲 今天就要在經典重現囉 是怎樣 玉琳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 真的 真的玉琳大哥滿照顧的 講講看你們的交情 我們的交情好到什麼 你知道嗎 你說 好到我們錄影的時候 都會互相寒暄 真的 真的 誰來錄影 都跟人家寒暄 現在玉琳哥有很好 你要不要說好到 我跟你講 他錄影了 我想真的 我做過他的電視專輯 對 很棒 我覺得玉琳大哥很棒就是 他在寫就是寫那個就是 整個劇本的時候 對 他會就是一直提示我怎麼說 所以那個時候我 所有的歌詞 什麼都沒有忘記 謝謝你 沒有… 那你當初有覺得那個工作人員 怪怪的 不會 我覺得他很棒 但是真的很棒 我覺得今天三位都 稱讚神玉琳 是 我覺得你真的是 對啦 我們不是浪得虛迷 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上過玉琳哥套私 我來擔心看 我們上過了 我來擔心看 那你知道中間這一位 等一下 你有聽過他什麼歌 你什麼時候聽他的歌 陳明曲 我從小時候就親 謝謝 妳是小學道理 妳又要問我說 他出過幾張專輯是不是 是怎樣 對 30張 起碼 錯 幾張 起碼30張 說 59張 好快要Double 在台灣有這種紀錄人不多對不對 沒有 那個時候 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 才十幾歲而已 然後自己也不知道 應該要唱什麼樣類型的歌曲 對 所以那時候公司就是 跟他簽就簽了10年 然後每一年都出5張專輯 然後就這樣一直陸陸續續這樣 然後一直不停的錄專輯 才會不小心會錄這麼多 他也覺得封號很多 就是你想像的道路都有 不管是有情人 什麼 什麼計程車公主 大眼娃娃 對 幾乎全台灣沒有男生不喜歡她的 沒有啦 而且如果我沒有記錯 高聖美是不是原住民 我當然是 妳是在那個台灣很早起原住民出來 那我比張惠妹更早 是 對 對 比張惠妹更早 因為很早出道嘛 本來就很愛唱歌 所以智賢會唱高聖美的歌嗎 陳明曲 她說 剛剛有提示 她有唱過很多 快智人口的八點檔歌曲 這窮耀阿姨的巨多 真的 真的 我都唱的窮耀姨很多 雪柯 我打你了 裡面就是那首 就那首 李懿君 清清河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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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清清河邊草 那趙哥借一下 清清河邊草是你的歌嗎 可以啊 歡迎你 回來台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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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話好像這樣 再下來也不需要講話 因為觀眾朋友已經不希望我們講話 他們每個人來唱一首陳明曲 這一集就破山了 真的 真的 而且帶我們回到那個甜蜜的年代 對 我們還調出他們的MV來看 那個清河獎評審 我希望你抽到這一集 啊 如果讓你離開我 假裝我也平靜 就算你相信 也當初心是 海鴻飛 我的心也飛 不再一臉 從此天安地被讓你追 追到千山溫水之外 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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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背對背 無法心臉心 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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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不堪依靜的愛情 他讓我感情的回憶 每個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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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讓我感情的距離 每個雙方 每個雙方 都在地 看到他們 說的都是真的 說什麼 男人的肩膀 靠不住 離人的浪漫 千切的天早 永遠見不得 忽然和少不清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聽過 有人沒聽過舉手 不可能 為什麼沒有人 沒有舉手 因為大家都聽過 還剛放 而且這些都是我們那個年代 非常記憶猶新的歌 幾乎就是陪伴我們一起成長的 真的 而且說實在這些歌 我覺得都沒有忘記 而且在KTV都點得到 是 對不對 我覺得你們的代表 這個時候還太多了 真的 還好還好 不是這個人要請問一下 當然也許這個自己說 一般人自己說 我們會不相信 你們三個人說的 我們一定會相信 當時爆紅的程度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一直都很忙 所以不會覺得自己紅 然後覺得上台唱歌 有人掌聲 是正常的 而且還會很謝謝 這個回答的 你知道最紅的人 才能說出這種回答 大咖才是這樣回答 你知道 因為就是忙到 沒有辦法去感覺 紅不紅 那你問趙哥 你覺得自己紅嗎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你問玉琳哥 你覺得你紅嗎 我覺得我很紅 嚇人 你怎麼會被新爺 周星馳選去當女主角 那時候公司跟我講說 你馬來西亞 跑了30場演唱會 那你到香港去休息 然後我去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是他們要選那個 蘇星馳的另外一個女主角 女主角 結果她看了我的手下說 有兩條成功線就早一樣 真的不知道說 為什麼你突然變那麼忙 然後每次我們 因為要發唱片 因為要做宣傳 所以會上通告 可是通告費 不是都一個信封帶子嗎 一大五零 是… 你知道我們家裡頭 家裡頭滿地都 絕不都是信封帶 都來不及 有沒有打開 沒有打開 就這樣丟著丟著 聽到了沒有 滿地都是信封帶 意思是她上片的所有的節目 我們那時候真的 上很多很多的綜藝節目 真的 包美聖呢 高美聖是誰 高聖美 高美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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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美聖是唱那個 高美聖他還沒出來 高美聖 沒有病 高美聖是唱那一盆火 卡親一下吧 沒關係 這個我們要照顧 因為他年紀這樣 高美聖來包那 其實 真的 來買家裡 其實包美聖也很OK 他要叫你黃伯華 你幹嘛叫黃伯華 胡蕭培華老師 我怕你這個笑話 會被笑三年 像剛剛我們明珍姐姐講說 她那個信封到處都是 對 你的狀況是什麼 有這樣的例子嗎 她到處都是 我整個都衣櫥都是 真的都已經溢出來了 沒有開玩笑 她們唱的是 比信封誰那麼多 沒有沒有 沒有那個時候 真的自己也不會想到說 想要站在舞台 或者是一定要很紅 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我就是很愛唱歌 因為我除了愛唱歌 還是唱歌 像你們這麼紅 然後又這麼漂亮 又是男生的夢中情人 應該非常多人追 有沒有追到你們受不了 就是瘋狂的粉絲 會把他們家的家產 什麼都隱蔽一份 真的 你有看過什麼樣的家產呢 她就說她有幾千萬 什麼什麼的 就這樣而已 那不會動心嗎 不會動心嗎 不會啊 當時幾千萬開玩笑 對 簽約下去你就要 就是要做好歌手的那個 可是幾千萬拿去 違約金也夠了 對啊 去每一賠都夠 真的 對啊 你知道嗎 這就是當年的歌手的道德 對 對 道德 跟現在歌手的道德 現在幾百萬就違約了 對啊 對啊 不過說實在就是 那就沒有想說累了 然後就 就嫁了或是 因為我從小就扛家計 所以我不會覺得累 很容易的在做事 這麼孝順 還好還好 對啊 我唱歌也是當時為了 還家裡的在外 妳是為了還債來唱歌的 對啊 所以我會很緊張 每次上台我就緊張 對 然後拍戲也不是我想拍的 可是莫名其妙就被抓去拍戲 可是我問妳 妳怎麼會被星爺那種 周星馳選去當女主角 那時候公司跟我講說 妳馬來西亞跑了30場演唱會 那妳到香港去休息 然後我去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是他們要選那個 周星馳的另外一個女主角 女主角 結果那個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經紀人說 妳出來一下 我說不行 10點我要睡覺了 他說 沒有 我10點就會打哈欠 就會發呆 你都幾點起床 早上都幾蛋 我差不多5點起床 然後我就會去跑步 那個是鄉下人才會這樣 10點睡覺5點起床 對 因為我會去跑步 對啊 那我們節目播完也大概10點了 對啊 所以開始發夢 沒有 後來他說 電影的製作人要看我 我說可是我不想拍戲啊 他說你下來就好 結果他看了我的手下說 這樣啊 好妙喔 很妙對不對 他是看妳的手下讓妳演戲的 對 趙哥有看到什麼嗎 沒有 我要回家自己去割兩條 趙哥 你別衝動了 這樣可不可以教會小朋友的喔 大家千萬別亂學 馬上方地維將帶來電影插曲 願蒼天變了心 趕快來回味吧 還沒吧 還沒錢 如果讓我遇見妳 而妳正當年輕 用最真的心 換妳最深的情 如果讓妳遇見我 而我依然年輕 也相信永恆 是不變的曾經 如果讓我離開妳 而妳已能平靜 只願妳放心 也不要妳擔心 如果讓妳離開我 假裝我別平靜 就算是傷心 也當做是無心 時空中隔起 只長路飄飄 起似纏繞 起似長髮飄飄 那紅塵素食的人 為什麼 總是多情人煩惱 本是應該化作雨 透入海的胸襟 卻含著淚水 任孤獨地飄零 本是屬於我的裡頭 總把人生看盡 卻無怨再聚 願藏天的療心 謝謝 老師 不好意思 你今天沒有唱到 你不是這個 跟我當年聽卡帶 沒有差別啊 真的 真的 而且是卡帶 對啊 沒有差別 你講到卡帶 有什麼差別 而且說實在 現在我必須替方紀偉講一句話 我覺得他今天真的感冒 他的聲音是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時代的歌手 他控制力非常強 可是我覺得他今天感冒聲音更好聽 真的 我覺得他快要沒有辦法控制 可是他用他很純熟技巧 在控制整個音準 你的音準 你的拍子氣息都非常穩 謝謝 但知道你感冒 但是唱得很棒 因為以前我們感冒還是要聽民視 真的 真的還假的 然後有些歌就變放在B4 就是有鼻音的 還是要照錄 所以一年都錄三張專輯 然後就一直跑通告 他們沒有辦法休息 因為都一直在趕出片 因為太受歡迎了 還好 真的 來 謝謝方紀偉 誰跟我們要唱 誰跟我們要唱 全是不可離奇的愛情 對啊 把這三位中年男子做得多熱妳知道嗎 感覺我拿著紅包菜 都不太美味 對 問一下陳明珍 就是妳還會回來 台灣繼續發展唱歌嗎 我有發現就是唱歌 有唱歌的這個 包括咬字 其實它都有潮流感 但其實我們自己都有在 做這樣的練習跟進步 如果有機會的話 妳知道現在這個時代 不適合單打獨鬥 像剛才她們有請行丁來 最近我們有個晚安少女組 我覺得妳們三個 妳們都已經好 對啊 大賣 一件縱貫線有沒有 對啊 人家也是睡個人 然後弄一個縱貫線 那妳願意幫我們做曲 妳們要不要先聽聽黃老師 最近的作品在說 因為最近我們很少聽到 您個人的作品嘛 對不對 說實在我覺得 她們直接取代晚安少女組 妳在看 那種感覺舒服多了 真的 而且妳那個位置漂亮多了 比比比比比 真的 妳看 人家隨便贏弄 就比那個羅姐漂亮多了 她剛剛沒走多遠 她不會趕回來推殺我 所以陳明珍 還在考慮 要不要回台灣來發展對不對 不排斥 陳玉琳都出唱片了 你怕什麼 對 她勇氣比我大 而且還持續在用賣當中 在用賣當中 不要怕回來吧 好害怕 她一直跟我說很震驚 但是我都想像不出來 你唱歌會多震驚 真的嗎 我問妳 妳今天晚上想睡得好嗎 想不想 那不要行 來 我們歡迎陳明珍 沒錯 觀眾還是要聽聽震驚的歌聲 聽完保證做夢也會笑喔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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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當時很少 除了李立芬就是你了 好 包美 包美 好 送給你一件漂亮的開心 代表我對你的愛情 始終堅定 永遠守著自己普遍的幸運 讓你是一刻記得與我身邊感應 晚點有一件粉色的飛行 代表你對我的愛情和你遠離 像是一場悲劇無言的傻氣 突然揮手的天空平淡悲情 來了 來了 高手來了 一個身上的悲劇 已經浪漫的溫習 你依然熟悉的背影 無情這麼的哭泣 來 高手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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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悲悲悲劇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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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遇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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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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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這三位中年男子 揍得多熱妳知道嗎 感覺我們還在紅包場 沒有 我覺得是在家戶病房 我覺得妳對於有三個怪叔叔 幫妳回音的感覺是 很好 其實我覺得現場這樣唱歌 有互動的感覺是很好 我知道陳明珍為什麼怕出唱片 因為怕歌沒扣除 而且我不得不欽佩一點 四隔那麼多年 她的腿還這麼長 而且人家人稱常可以姐姐 說實在 你們三位真的是 真的沒有變 佩哲稱夢中情人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問高盛梅 妳對於現在紅的像蔡依林 這些 梁靜如這些 我覺得每個都是她自己的特色 妳覺得她們這個時代歌手 跟妳們那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那現在呢 就是歌手來講都非常非常的幸福 什麼都已經有人幫了 已經push好了 蠻好的 像我們化妝都自己化 蛤 對 妳們自己化妝啊 沒有 除非就是說我們都 我就是上大師 連她都有化妝師了 對啊 真的嗎 海韻大哥 你有 你也是 你要幫你化妝師 對 她是怎麼樣的化妝師 真的嗎 她有分啊 有一個是化遺體 對 所以她剛剛扛著化遺體 為什麼她是第一化妝師 所以是準備我要出什麼事 可以馬上幫我化嗎 不會啦 沒那麼慘啦 說真的 台灣的唱片圈 是可以代表整個華人的 真的 現在我們出唱片說真的為的是什麼 要重新推一首歌曲讓大家熟悉 其實要花費的心力很大 可是呢 我們每次出去演出 大家要聽的還是妳以前的歌曲 真的唱不了新歌 問一個問題 真的是很麻煩 高聖美 大家一定要聽到妳什麼歌 不然不放一個 千年等一回 真的 千年等一回跟青青河邊吵 我每次在內地演出碰到她 她就是唱千年等一回 唱到我都會背了 真的 我騙 因為在內地 不管是年紀很小的或是年紀 大家都很喜歡這首歌曲 每次在台上唱的時候 他們會跟著我這樣一起唱 那種感覺好壯觀 大家一起大合唱 而且因為這個戲是 葉童跟趙雅之合拍的 其實很有收視率的 對 因為他們在 這首歌更好 對 就是在中央台 他們就是每年 就是一定要必播的 就是戲劇 那當然還有瓊瑤阿姨的 就是青青河邊吵 那今天會不會讓我們聽到這首歌呢 就是我帶這個瓊瑤阿姨的好了 就是青青河邊吵 歡迎高聖美 陪伴童年時期的歌聲 青青河邊吵 即將原汁原味再度呈現了 青青河邊吵 悠悠天不老 好感情 夜火燒不盡 風雨吹不倒 聲音都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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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河邊吵 綿綿到海角 海角 路不盡 相思情微涼 好來了… 好來了… 我來了 青青河邊吵 唱啦 悠悠天不老 嘿… 星星兒不盡 不看 一樣清脆 一樣好好 無論南北里溪東 難願像水道重浪 難願像水道重浪 來… 這音樂文音太長了 不起來 太長 情節和編潮 一直可以這樣子裸 對 還有啊 情節和編潮 謝謝 我真的向三位請命 我覺得三位要出來 是 因為你會讓很多 向三位請命 要不是流浪狗 不是 我的意思說 讓三位要出來唱歌 因為你會讓很多獅子饒人 重新活動起來 沒有 沒有 應該就是二歲 我有算太小了你的感覺嗎 不是真的 趕快回到我們這個原地吧 真的 因為廣似如佐 你看那個小雨點 就是金銘 今年都已經二十六歲了 長大了 二十幾歲了到時候 而且台灣現在有個現象 很多經典的 大家懷舊的丟回來 而且很受歡迎 好不好 好 想一想好不好 再為台灣注入更多的音樂 而且我想會引起很多共鳴 黃老師需要 我沒遞 不確定 OK 簽了 簽了 真的 要找好的公司簽 真的 親在沈玉琳 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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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雲把妹功力超驚人 現場女生都難逃魔掌喔 你看她這樣 你以為她把都是 欸欸肥肥沒有 她把都是又高又漂亮 媽啊 沒機會了啦 你們 等一下 你剛剛一進來 還把Makio的姊姊 這個是 給人家的假象 假象 哪有 你剛剛一進來 就把他們那個助理小姐 就說妹妹妳好漂亮 身上配法穿什麼 什麼 媽媽 週一至週五晚上九點 三立東會台三十頻道 王牌大間諜